可能只有中国留子们才能知道中国之夜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来参加奥克兰Rengue Toto College的Chinese Night 咱就说啊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孩子不仅多才多艺 而且组织能力超强 这个中国之夜的所有的节目都是学生们自己安排 自己设计自己统筹自己排练的 中国风舞蹈你说有意思吧 然后这个中国舞狮舞龙它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来的 但是你看孩子们还耍得有模有样绝对专业 所有人看到醒诗节目都沸腾了 除了中国风节目之外Rengue Toto的学生们 还有现代感的节目也很出色 台下的观众们看的都特别给力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啊 掌声和尖叫一点都不吝啬 其实每一年的这个Chinese Night 都是中国留学生宣传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大多数高中都会举行 它就像一个非常固定的节日 完全交给学生们自己策划自己组织 比如说这个晚会吧 学生们不仅策划所有的内容 还找了很多的赞助商 广告商 可以说这就是一场完整的成功的商业演出 只不过是留学生才有这样的机会和体验吧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考试压力 可余的时间都可以花在自己的爱好上面 也可能是学校就给他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来给中国的留学生一个家的这种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个个都活蹦乱跳 活力十足的原因吧 非常感慨 能拥有这样的留学生涯 真的是让人非常羡慕的 记得点赞关注哦